买了多少楼 现在陈水扁只能住在看守所当中 那么今天是他二度收押在看守所的第11天了 由于他之前放风的照片引来了安全上的顾虑 国安人员立刻是勘查了周边的环境 而在这个扁办的秘书江志明 则是特别送来了吴淑珍所吩咐的菜 仔细看看这个菜的份量似乎比较多了一些 就是因为陈水扁有特别嘱咐 说他很想念家里所煮的菜 因此吩咐说要送多一点给他吃 一大早从制高点就发现 台北看守所防射周边 一次有国安以及索方人员在爬上爬下 可能是因为最近陈水扁放风时 被拍到清晰的跑步画面 引起安全上的顾虑 立刻勘查周边环境 了解附近建筑物 有没有可以瞄准陈水扁的角度 而且索方现在的态度都相当低调 今天上午那个陈天忠总他有放风吗 这个为了他的安全 我们也不便跟各位报告 陈水扁办公室秘书江志明也带来他爱吃的东西 包括蜜枣橘子煎鱼鸭肉和肉干 不过萝卜糕因为不好检验被退回 每次夫人都有帮他准备家常菜送进来 那他觉得那个份量不够 因为他有两餐嘛 一餐是中餐跟晚餐 那所以他就是特别的吩咐说 待会转达给夫人 那帮他加强那个份量 陈水扁上午的访客还有南社以及客社的社长 他们带了两本书要送给他 一本是自发工 因为陈水扁传出肝功能不好 要他好好练身体 另外一本则是修养身心灵的灼火经验 他们抱着鲜花来声援也要和陈水扁商谈 可不可以把他和检方精彩攻防的内容出书 由于这几天寒流来了 索方特别供应姜汤让收容人喝 陈水扁也可以暖暖身子 总体新闻蔡周迅 陈乃杰 SNG小组特别报道